今天我們來開箱 金門高粱的赤燕酒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是我們最近話題性非常高的一支金門高粱酒 是我們的赤燕酒白金龍 而且我們今天開的是盲箱 不僅是要開盲箱 我們今天準備了兩箱 分別是不同通路的 要來跟大家講解一下這一次盲箱的遊戲規則 以及實測一下這個頻道呢 我們的開箱的運氣好不好 想要這支吃燕酒呢 其實是我們金門高粱酒廠最近最新推出的一個 算是限量的產品 主要是主打什麼 他們使用的火入渠 那一般人可能不太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我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做中式白酒會用到所謂的渠嘛 對不對 那在我們金門酒廠呢 其實他們渠也是自己做的 那他們有所謂的高溫渠跟低溫渠 那在高溫渠當中呢 有時候因為發酵的溫度非常的高 然後會導致裡面特殊的菌種呢 繁殖量比較強勢 然後會讓我們的渠的斷面 會有一個圈圈 那個圈圈的紋路呢 長得有點像火焰的紋路 所以也被人家稱為火入渠 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呢 聽說用這種曲做出來的高涼酒 味道特別棒 所以呢 我們金門酒廠這一次呢 直接找了一批 全部把所有的火入曲的這種曲 全部挑出來 然後做了一批酒 就是我們這次的赤焰酒 那這次赤焰酒其實有兩種顏色 一種是藍色跟紅色 那藍色的量比較多 紅色的量呢非常的稀少 有多稀少呢 大概就是跟日本的壓縮機一樣稀少 怎麼說 因為它不能直接買 你也不能直接進 它必須要像滷蛋這樣子 買整箱 買了整箱之後呢 裡面才有機會出一瓶或兩瓶 不要激動 不要激動是不是 我的桌子會垮 那這次的通路呢 除了一般的通路以外呢 還有所謂的便利商店通路 可以做預購 那滷蛋也預購了一箱在這邊 但是 我預購完之後才發現一件事 就是所謂的 紅赤焰酒 在便利商店是沒有的 那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呢 趕快 再找認識的酒磚 找認識的通路朋友們 趕快再買一箱 經銷通路的 所以呢 我們今天有兩箱可以開箱 那從外觀上來看呢 基本上 便利商店這個 它的原封的膠帶有被拆掉過 然後用了透明膠帶黏上去 一般經銷通路的 它還是我們 金門酒廠的原廠膠帶 所以說 傳聞我在猜應該是真的 這箱應該是有被開過 把紅色的試驗酒拿走的 那這個我們等 片尾的時候 我們再來開箱 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全藍 至於這箱呢 據說是0到2瓶 就是有機會打開也是全藍 然後也有機會打開是1瓶 也有機會打開是2瓶 酒廠方是說 也有機會打開是3瓶 但是目前聽到的消息 最多好像只有看過2瓶 所以會不會我們就直接 運氣爆紅直接開出3瓶呢 不知道 以瓶飲的角度來說 其實不管開出幾瓶都一樣 因為紅赤焰跟藍赤焰 裡面裝的酒 乳蛋已經跟我們的黑松的經銷商確定過了 裡面裝的酒都是一樣 所以如果要喝的話 買藍的會比較便宜 怎麼了 開開啦 你很期待是不是 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把它給打開來 開吧 到底會是幾瓶呢 到底是0瓶 1瓶 2瓶還是 3瓶呢 1瓶 1瓶 2瓶 2瓶 1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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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ñad wenig 1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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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瓶是900塊 那整箱買的話一瓶也是900塊 但是因為這個紅的呢 比較稀有 據我們拍片當天呢 這支紅的一直已經喊到2000塊了 換句話說大概就是藍色的兩倍 那其實紅藍裝的酒都是一樣 所以如果大家要喝的話 買藍色的就好 因為藍色應該有一些比較便宜的可以買 據我看到的有850的、820的都有 所以如果說大家只是想要拼引一下 這個火入渠做出來的高粱酒味道怎麼樣 我們買藍色就好了 以個人來講我覺得藍色比較漂亮 因為它整個龍跟紫的顏色跳比較出來 那紅色的呢 雖然感覺比較亮一點點 然後它的龍跟紫的輪廓跳不太出來 所以我個人會比較喜歡藍色一點點 可是它這個顏色分明還不錯啊 對它的漸層很漂亮 紅色的漸層很漂亮 那兩瓶擺在一起我覺得其實真的是還 還蠻好看的 蠻漂亮的喔 我們現在就來開箱看看這個 火不是那瓶 因為今天我們紅色只開到一瓶 所以請大家容許滷蛋 這瓶我要留作紀念 我自己留著 這瓶不能開 你擺在上面還有我想開它 不行 那你開這個 這個放到這邊 開 那當然這幾天已經有一些 達人前輩們已經在網路上開始分享一些瓶酒 那有提到說 其實這次的赤焰酒 表現很令人期待 我所謂的很令人期待不是說它現在的味道 而是指它很有成年的潛力 我們先不論價格會不會漲 但是根據他們的說法是一些喝高涼酒喝非常久的老淘妹 他們是認為說 欸這次赤焰酒其實 或許再放個兩三年之後 讓它的酒在瓶子裡面沉化之後 風味的表現上面會非常的迷人 大家都非常期待 那當然 滷蛋還沒喝過 我不敢直接下定論 對 開啦 那整體瓶子是採這種陶瓷噴漆來 老實講質感真的是很棒 然後 字跟龍的部分是採用 有點像是貼金箔上去那種感覺 你上次看的噴漆是哪一瓶啊 之前也有噴漆的圓酒系列啊 黑圓跟白圓兩支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那個金銀 可是金銀我們還沒開 好那我們今天用的杯子呢 其實是我們中式白酒的比賽用杯 也是國際的中式白酒比賽用杯 跟我們ISO杯一樣 你就把它視為我們中式白酒的ISO杯 中式白酒的比賽最多其實還是在中國那邊 中國大陸那邊 所以他們的標準來拼飲中式白酒 我覺得算是比較合理的 對啊 他家啦 就是他家啦 乾了 乾了 好我們來聞聞看 很香 很香 遠遠聞可以聞到 那種果糖的味道 然後非常清香的那種味道 有泡泡膠 對我想說 一開始有泡泡膠的味道 可是你仔細聞 味道稍微散掉之後泡泡膠的味道就不見了 然後中下層有一點醬菜的味道 老家具啊灰塵 三河院裡面灰塵泥土的那種味道 我覺得才有個味道 盒裝的那個比較深色的味噌味 你說赤味噌那種味道 應該是吧 就是盒裝然後比較深色的那種 我知道我知道 就深咖啡色的那種味噌 對 他的水果實際上有一點水蜜桃的味道 對 然後有一點葡萄的味道 最下層的時候那個醬味真的很重 是那種不是豆瓣醬喔 是那種大醬 豆豉 豆豉 對有點像豆豉 黑色對 就是老實講 他不一定是純粹的香 他是有點香有點臭的那種味道 唉呦 自己釀的那種 對自己釀的 釀到變黑 釀到變黑了 釀到變黑了 好啦 那我們來喝喝看 這幾%啊 58 等一下 他是 酒精味很重的 但是 他有蜂蜜耶 嗯 他很甜 很像喝蜂蜜水的感覺 嗯 我跟他講一下酒體 酒體就是 標準的凜列的那種高樑酒體 然後喝下去他的衝擊感蠻強的 然後味道的爆發性也很夠 一進去的時候呢 你會感覺到 我們現在是在冷氣房沒錯 可是 這支酒我們並沒有病過 但是一入口的時候你會有一種冷的感覺 嗯哼 尤其當酒剛碰到你喉嚨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冷的感覺 然後下去之後呢 從喉嚨到肚子 現在開始燒起來 然後這味道表現在一進去 你感覺很像在喝水 哪有 那是 進去之後 然後散開之後 嗯 很像在喝礦泉水 對 進去然後是散開之後才有酒氣 對 它一入口是沒有酒氣的 它是散開之後碰到你的口腔的溫度之後 酒精的味道才會出來 所以我說一入口的時候那種冷烈的感覺 很像在喝礦泉水 嗯哼 然後呢 味道酒精出來之後呢 酒精會沖一下 感覺在你喉嚨爆發開來之後 古物的香氣 醬香 你剛講到的 水蜜桃跟葡萄的香氣 果香開始出現 我覺得這一隻 蠻有趣的 然後蜂蜜的味道出現 嗯 你有沒有喝到 我在想奇怪 剛才酒精感是假的嗎 我怎麼喝到蜂蜜的感覺 就是蜂蜜的感覺 是那種蜂蜜水甜甜的那種感覺 嗯 你再喝第二口 第二口的酒精味就沒那麼重 然後你可以更喝得到它那個 甜甜的感覺 嗯 對那個 它那個甜是 你喝完之後後段到尾韻 你的嘴巴一直都很甜 然後嘴巴裡面現在是 甜甜 可是有點黏黏的感覺 你有沒有覺得 對 它是非常的黏稠的酒體 對不對 就是以高粱酒來講的話 我不知道如果有人喝過凍飲的話 應該有喝過那種口感 那這隻就是有點像那種 口感的高粱酒 但是它沒有冰過 嗯 對 那它的香氣上非常的濃郁 然後口感上帶一點黏感 舌頭上你會感覺到 我們剛剛的果香 會帶有一點果酸 有點接近那種果核的味道 對 有點果核 然後帶點果酸 但是 鹹鹹的味道我覺得 我是沒有喝太多的感覺 我好像沒什麼感受到 鹹鹹的味道 你口水流著 然後去舌頭 嗯 再吞 有點鹹奶油 有 嗯 我覺得不像鹹奶油 有點像起司 發酵後的那種乳酪 白色的那種 比較軟的那種 對對對 那種 就是我們之前在好市多有買過有沒有 一盒然後裡面都是油 那是你吃的 我沒吃 因為看起來很恐怖 喔好吧 我覺得是一塊一塊方形的 小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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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飯店啊 吃早餐的時候 可以拿來抹在那個麵包上面那種 紅色的牛在那邊撒像 那一個 真像啊 呵呵呵 搞得後製自己幫你那個人是叫 總體而言呢 我覺得這支赤焰酒 或許真的像一些前輩講的 它有一些放的潛力 嗯 我覺得可以放 對我覺得應該可以放著去試試看 那去觀察它的變化到底會怎樣 但是呢 我覺得 就算沒有放了 單以這樣來說 900塊我覺得 就已經是物有所值 論酒體而言 我覺得物有所值 老實講 我一開始想說 我買了兩箱有點太多 因為 以魯丹個人來講的話 平常在開箱 大概就是買一瓶 兩瓶 所以都是一瓶開箱 一瓶自己留整 那一次買一箱 我已經覺得有點硬了 沒想到這次因為通路買錯 他一次買兩箱 原本有點後悔 但是喝完之後我覺得 對啊 說不定放著 後面會越來越好喝 那就讓我們期待看看 好了 今天的影片可以讓你們喜歡這幾個影片 記得幫我們點贊 分享一下小鈴鐺 歡迎大家的朋友們 幫我打到第一手影片 一定要訂閱我們 並且打開小鈴鐺 如果要不定時的照片 IG粉絲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小鈴鐺 還有小鈴鐺 也來開另外一箱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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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意外 全欄 應該會有去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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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